各位同学大家好 这里是由it0.com为大家提供的flutter系列教程 我是主角老师大地 那这样的话我们主要给大家讲解一下 在这个flutter中自定义Dialog 在上节课的话我们给大家讲过这个show dialogue 在show dialogue里面的话 我们可以返回一个alert dialogue 当然也可以返回一个simple dialogue 当然我们在这个show dialogue里边 也可以返回自定义的组件 但是我们给大家也是了 在这个show dialogue里边 如果返回这个自定义组件的话 它会铺满整个屏幕 我们没法对这里边返回的这个组件 进行一些自定义操作 那如果我们想的是 对这个dialog里边的内容 进行一些自定义的操作 那这时候的话我们就要继承这个dialog例 然后接下来重写里边的build方法 然后接下来才能实现类似于我们这样一个dialog 或者这样一个dialog 这就是我们这节课要给大家讲的 自定义dialog 那首先的话待会我们新建一个文件 然后继承这个dialog 继承以后 然后这里边要注意 我们返回这个material风格的这样一个组件 这里边要注意 它不是materialAPP而是material 然后在这里边的话 配置它的一个透明度 然后在它这里边写我们自定义的一些内容就可以了 那接下来我们给大家演示一下 打开我们这个项目给大家看一下 在客切的话我们在首页里边新增了一个按钮 然后接下来的话我们想的是点击这个按钮来写 是我们自定义的这个dialog 那要实现这个自定义dialog的话 我们首先必须得在我们这个外边新建一个文件 然后给它定义我们自定义的这个dialog 然后在我们用到的地方把它引入 引入以后我们就可以使用了 那接下来的话我们自定义这样一个dialog 那这个dialog的话它是一个组件 它不是一个页面 如果页面的话 你就把它放在这个pages里边 那这个组件的话 我们在这个lib目录里边再新建一个文件夹 那这个文件夹的话 我们给它起个名字叫components 然后在这里边的话 新建我们这个自定义的dialog 比如说叫mydialog mydialog.dat 然后在这里边的话我们实现我们的功能 那你要实现这个自定dialog的话 我们首先得继承什么呢 继承这个dialog 那接下来我们写一下 这里边classmydialog 然后这里边extends 这个叫dialog.ly dialog extends以后 你看它这里边自动给我们引入了我们这个flutter的库 然后在这里边的话 我们需要重写它这里边这个build方法 重写完成以后 然后在这里边的话 返回一个material风格的这个组件 然后在这里边的话 配置它的这个什么呢 配置它的这个todule 比如说我们首先写个文本 首先写个文本 然后这里边写我是一个自定义 自定义dialog 或者就叫自定义dialog ok 然后接下来的话 我们可以给大家运行一下 当然我们建议大家再配置一下这个material这个组件的一个type 也就是配置一下它这个透明度 那它这个透明度具体是什么值呢 你可以点开看一下 它是这个material type material type 点一个 比如说我们要配置它透明 那这时候就掉入这个transparency 那这样的话 它这个这个组件 它就是一个透明的组件 然后在它里边的话写是我们这样一个内容 那接下来我们给大家演示一下 那这样的话我们这个dialog就自定义好了 自定义好以后 然后接下来我们想的是在首页里边 首页里边用它 那这时候的话你需要引入我们这个组件 引入我们自定义的这个组件 import 然后这里边应该来个什么叫dialog 叫components 下边的这个叫mydialog mydialog ok 引入 引入以后 那接下来我们在这儿我们就可以这样用了 仔细看 我们在这里边直接调用什么呢 调用showdialog这个方法 showdialog方法 然后在showdialog方法里边首先第一个参数 context 这和我们上一家是一样的 然后第二个参数 这里边写个builder builder 这和我们上一家也是一样的 builder 然后在builder里边的话 接受一个context的参数 接受一个context参数 然后接下来的话我们在这里边 retort一个什么呢 retort一个mydialog mydialog ok 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实现了这个自定义 自定义dialog 那这个mydialog就和我们上一节课给大家讲的什么呢 假的这个alertialog或者simpleialog有点相似 只不过这个ialog是我们自定义的ialog 那接下来我们运行一下 看一下能不能实现这个自定义dialog 然后这里边点一下自定义dialog 弹出这么个东西 弹出这么个东西 那这里边没有任何的一个内容 内容的话可能这里边写不出来 但是这里边是个透明的效果 那接下来的话我们在这里边这样写 仔细看 我们在这个child里边我们给它写个center组件 center组件 center组件里边再写个child 然后这里边的话我们写个column组件 column组件 OK column组件里边再写个child 然后这里边给它加个panding组件 panding组件 panding组件 panding组件里边再定义它的child 以及它的一个panding值 panding值的话是ageincense ageincense.all 比如说来个10 来个10 10或者20都可以 10 那这里边child的话比如说是一个container container 我们首先给大家写一下 这里边高度 高度比如说两百 两百 然后宽度 宽度 两百 我们首先给它递一个颜色 然后color 然后colors 点一个 比如说叫白色 白色那就是我们看一下 运行一下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 在调用我们这个自定义组件的时候 在中间有没有写是这样一个container 如果有写是的话 那接下来我们在这里边实现自己的一些功能 点下自定乱络 自定乱络看一下 在这里边是不是写是这么个东西 没问题 那接下来的话 接下来的话我们想的是让这个内容 是吧上下左右居中 那这时候的话我们可以这样写 仔细看了我们在这个column里边 是不是调整一下它这个纵轴 让它这个mid-axis alignment 等于mid-axis alignment.center 那这样的话我们这个元素是不是就居中了 居中了 因为这个center组件的话 它可以配置左右居中 如果上下居中的话 那就是我们配置一下这个column组件 看一下 是不是就弹出这样一个效果 没问题 那这时候的话 我们就可以在这里边实现一些自定义的功能 比如说你可以写是个什么 比如说可以写是个加载中的图片 也可以实现我们这个功能 那接下来我们首先实现这样一个提示的功能 那这个提示的话 你看一下 上面的话它是一个左右分楼对吧 其实是一个raw行的一个组件 这里边左右分楼 那行里边的话我们其实可以用flex布局 当然我们也可以用我们学的定位布局来实现 那接下来我们给大家演示一下 那首先的话我们实现这个标题 标题的话这里边我们用一个定位布局给大家实现 我们这里边加个stack这个组件 然后在这里边的话我们配置它的children 譬如中里边的话我们前边学过一个什么 是不是有这个叫定位的position的这个组件 当然我们也学过一个叫align align这个组件 在我们这个stack组件里边可以放这个align align里边我们写这个child child的话这里边写个text 然后首先的话这里边是一个提示内容 我们看一下啊这叫什么呢 稍等啊在这边这应该叫关于我们 那这是我们这里边写一个叫关于我们啊 稍等这边叫啊关于我们 OK那这边的话我们可以调整它的一个方位啊 是不是通过alignment来调整啊 这里边通过alignment啊 alignment.一个 比如说这里边是不是有一个center组件 那这样的话啊 它这个组件就上下左右居中了啊 在我们这个pending这个组件里边 然后接下来的话我们再写一个啊 再写一个align align的话啊稍等这里边的话我们 给它写一个什么呢 是不是写一个这样的一个按钮 稍等啊在这里边是不是有个 有个这样的一个图标啊 图标的话呢就是我们这样写啊 然后这里边加一个可以点击的图标 那之后的话我们调用这个 调用这个ink wall啊稍等这里边child来一个 叫ink wall啊 然后在这里边的话 我们再配置这个child child的话它是一个icon icon 然后这里边叫icars.一个close close ok 然后在这里边的话我们再配置一下它这个方位 那这个的话让它 居于这个右侧呢就是alignment.一个叫叫什么呢 我们看一下有没有right啊 叫centerright或者叫topright 那就centerright啊 在我们中间的右侧 那这时候的话我们先运行一下给大家看一下啊 看一下我们上边这个条有没有实现啊 然后点一下那点下看不出任何的一个效果啊 看不出效果的话那就是这样啊 你看其实这里边关于我们已经有了这里边也有这个关闭啊 那就是我们这样写啊 你看我们在哪呢我们这个column组件的话我们需要给它设置个宽度高度啊 你是column组件啊不能全部平铺那就是我们这样写啊 我们在这里边写一个container啊 然后在container里边的话我们配置这个column组件 也就是把刚才这些代码放在这个container里边啊 然后接下来格式化这个文档 格式化一下这个文档稍等一下再格式化一下 格式化完成以后啊 然后啊在我们这个哪呢 在我们这个column这个container组件里边啊 稍等container组件里边我们给它设置这个对应的宽度高度 比如说高度是一个300啊高度是300然后宽度比如说也来个300 然后接下来给它设置背景颜色背景颜色的话就是color 然后colors掉一个比如说叫白色 那这时候我们再看一下效果啊再看一下效果 也就是啊我们在这个center组件里边包含了一个container container里边我们又包含了一个column组件 column组件里边进行布局啊 column组件最上面的话是一个标题 所以我们这里边写了个pending组件在pending组件里边包了一个叫stack组件 然后这里边实现我们这个标题的一个布局啊 你看一下啊关于我们啊关于我们基本就实现了对吧 但是这里边这个关于我们它在我们这个容器的中间啊 在我们这个容器的中间其实是什么引起的大家看一下 是不是我们刚才调整了我们这个column的一个纵轴啊 让它在我们这个屏幕上啊上下去中 所以这里边会有这个问题啊 但是如果我们我们这里边只有这个container的话 你看一下container它在我们这个center组件里边 它就是这个上下居住的 你看我们首先把这个column组件先去掉 去掉以后 这是不是就是我们最原始的一个状态 那这时候我们看一下啊 看一下我们这个container它是不是在我们这个屏幕中间啊 如果是的话啊 是的话 那这时候的话我们这个column组件的这个啊这个什么呢这个参数也就是这个叫 这个叫may axis alignment是不是就可以不配置了啊 所以接下来我们把这个column组件的这个may axis alignment给它去掉去掉以后那这时候我们再看一下啊 好 这时候我们再看一下 那这时候的话这个pending组件应该就居在我们这个啊 我们这个容器的最上面来看一下 挺好啊 然后接下来我们给这个pending组件下边加一根谢啊 那就是在这个pending里边加个divider 然后接下来我们在下边的话再给它写一个容器啊 容器里边放我们这个文本的内容啊 在这里边配置它的这个chill的container里边配置chill的啊 chill里边的话我们再来一个text文本啊 文本的话我们写一个啊 我是内容啊 当然这个文本的话我们回头想的是在外部给它传入啊 包括这里边这个标题我们都可以在外部传入 那接下来我们再给大家运行一下啊 看一下我们这个啊 弹出的这样一个对话框有没有实现啊 字笔对话框看一下点一下啊 关于我们啊我是内容是不是就搞定了 当然啊如果你想让我是内容 然后居左的话我们看如何实现啊 比如说这里边我们啊我们 呃多配置点东西啊多配置点东西啊 然后再看一下 你会发现啊 多配置东西的话它是挤过来了 但是我们再多点啊看一下它这里边会不会换行 然后再运行一下啊看一下会不会换行 OK你发现这里边是可以的啊是可以换行的没问题啊 没问题以后那这里边我们这个文本是没问题的 没问题的话但是这个文本比较少的时候 它这里边居中写实了啊 那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 其实这个问题也很简单啊 就是你看啊 然后这里面居中写实了 那如果我们要它居左写实的话 我们可以这样写啊 我们首先设置一下这个container的一个宽度 你可以把它设置的和外部这个宽度等宽 当然你也可以用我们前边学的这个叫什么呢 前边学这个叫double啊 double.infinite infinite让它自动的 自动的这个 延伸到我们这个外部的容器啊 也就是它的宽度等于我们外部这个容器的宽度 那这时候我们在这里边 调整一下它的这个testalign 让它等于这个testalign 点一个叫left ok那这时候我们再运行一下给大家看一下 如果文本比较少的时候 它是不是一个橘左写实啊 行那这样这个关于我们就搞定了 然后这里边你也可以来一个pinding pinding的话来一个age instance age instance.out 拿一个10 ok 那这样我们这个就写好了啊 写好以后 然后接下来再看一下啊 再看一下 就是这样的效果啊 然后接下来的话啊 我们想干什么操作呢 我们想的是啊 在这里边调用这个mydelog 叫mydelog的时候 我们可以怎么做啊 我们可以在这里边给它传入它的一个title 以及content 那这时候的话我们就可以这样写了啊 我们在啊最上边这 定义啊 定义这个title 以及content 然后这里边定义两个属性 一个叫title title的话 默认等于比如说叫空啊 或者我们就不写了 然后这里边再定义一个content content con con con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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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在这里边 是不是要接收啊 接收我们 调用这个mydelog的时候 传过来的这些参数啊 这是我们就可以这样写了啊 z4.title 然后这里边再来个z4. z4.content 那这样的话 表示它是个 避 避雪的参数 对吧 如果可雪的话 那就是就这样写 那这里边的话 我们要求你就是避雪啊 不然的话 如果你不传的话 这里边是不是可能会爆错啊 然后接下来这里边我们改成$ $z4.title 然后接下来 下边的话改成这个 z4.一个叫什么呢 稍等啊 改成$z4.content 那这样的话 这样的话我们这个字定义的这个delog组件就实现了啊 实现以后然后接下来这里边必须给他传参 必须传入的是这个title 比如说叫关于我们 这里边 应该怎么写 我们看啊 它是个税理系 所以我们直接这样写 叫关于我们 然后接下来还要传入的一个叫content content content的话 我们再写一下 比如说叫 就叫关于我们啊 OK 那接下来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看一下 当然这里边啊 这里边写的是有问题的 我们 不能这样配置 那这时候我们还是要用什么呢 要用这个 命名啊 命名 可雪参数啊 这样来一下 这样来一下的话 它才是OK的 那这里边默认可以给它复制个叫空啊 复制个空 如果你不传入的话 那这就是一个空 如果这里边不传入的话 那让它也等于一个空 或者我们等于这样一个空 OK 那这样的话 它这里边是不是就不会爆错了 然后这里边的话 我们可以传入这些参数 OK 那这里边这个content content OK 那接下来我们再运行一下 给大家看一下 再运行一下 我们看这里边有没有实现 这里边 它告诉我们什么 告诉我们在 在这 这有问题 就是在哪 在这里边 少给它写了一个 分号 那这时候再运行一下 布局的东西 就得慢慢这样调 你看一下关于我们 里边是不是传入 关于我们 没问题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想实现的 点它的时候 让我们这个 页面 也就是我们这个 Dialog关闭 那这时候怎么实现 如果点它让我们这个 Dialog关闭的话 这时候的话 我们可以在这里边 接听这个叫什么 是不是一个 Untapped的一个世界 然后在这里边的话 这里边的话 我们调用这个叫 Navigator Navigator 一个pop 然后这里边的话 把这个context 传入 这个context 必须给它传入 这个context 就是在我们 Build的时候 这里边传入的 这个context 这样的话 我们点击的时候 它就可以关闭 我们这个Dialog了 看一下 我们点一下 关于我们点一下 关闭Dialog OK 这样的话 我们这个自定义Dialog 就实现了 实现以后 这里边的话 我们再给大家拓展一下 比如说 有些同学还想实现 这样一个Dialog 那这个Dialog的一个布局 我们就不给大家讲了 这里边想给大家讲的就是 我们想的是弹出这个Dialog以后 过个几秒钟 让这个Dialog消失 看一下这个如何实现 那要实现这个功能的话 我们就要用到这个flutter中的一个定时器 它也是我们这个Dart中的一个定时器 也就是它可以配置每隔多少毫秒 或者多少秒 来执行一个方法 那这时候我们这样写 仔细看 我们直接把这个 这时候我们就不敲了 然后在我们这个Dialog里边 我们这样改造一下 你看 就是我们待会想的是 你这个Dialog弹出以后 过几秒是不是让它消失 也就是我们过几秒 是不是要执行这个方法 所以这时候我们这样写 我们在这个外部的话 给它定义一个 方法 叫一个 Show Timer Show Timer这个方法 然后Show Timer里边的话 我们需要写一个 定时器 那这个定时器的话 我们要用到这里边 Timer. Timer.p开头的 这个单词不会读 然后这里边的话需要传入 这么两个参数 第1个就是传入你这个毫秒 第2的话这里边是一个 回掉函数 第2的话这里边是一个 回掉函数 那你要用这个Timer的话 我们需要引入这里边 这个叫 Dart Async 这个库 引入以后 我们才可以用这个Timer 然后接下来的话 当它什么 当它过了 比如说这里边来个 3秒 3秒的话就是3000毫秒 过了3000毫秒以后 然后接下来这里边 是不是触发了这个 这个回掉函数 然后接下来的话 我们可以让这个定时器 给它取消掉 取消掉的话 就是调用这个T.console 或者调用这个Timer.console 都是可以的 都是可以的 然后在这里边的话 我们 我们在这里边 给它 给它调用一下这个 Navigator.pup 然后这里边 CoreText 要注意 你这个ShowTimer的话 这个CoreText 你要在哪里传入 是不是要在这个 Builder里边传入 所以我们这个ShowTimer 什么时候执行 是不是当你执行这个Builder的时候 调用这个ShowTimer 调用的时候 然后接下来 把这个CoreText给它 传入 那这样的话 当你收Timer的时候 当你收Timer的时候 它这里边是吧 会执行这个方法 执行这个方法的时候 它这里边开了一个什么呢 开了一个 定时器 当三秒以后 然后接下来 是不是要关闭 我们这个Dialog 是不是执行了这句话 就这个意思 那这样的话就实现了我们 每隔多少毫秒 关闭的这个功能 然后接下来 我们给大家运行一下 看一下最终的一个效果 然后接下来我们点击这个Dialog 点击完成以后 我们看控制台 看控制台 然后接下来我们再打开 已经关闭了 你看 重新 点开 123 关闭 看一下关闭了 这就是什么 这就是我们这里边的这个叫 定时器来实现我们的功能 这里边比如说我们打印出一个关闭 这里边一定要注意 在使用我们这个定时器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 这里边叫取消定时器 取消定时器 取消定时器的时候 最后我们可以用回调函数给我们返回的这个T T来取消 也可以用12边 我们VR 这个timers 来取消 就是你回头取消 也可以这样取消 timers.console 也是可以的 也是可以的 行 这一讲我们就给大家讲到这 这一讲就主要给大家讲了 自定义我们这个Dialog 然后 后边又给大家讲了这么个定时器 讲了这个定时器 来实现 每隔多少毫秒 让我们这个Dialog 消失的一个功能 这个功能就可以实现 我们刚才说的什么 刚才说的这样一个功能 行 这一讲我们就讲到这 这一讲